除了皮膚这样的体质之外呢 还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的状况也会产生白带呢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看圣羊 其中呢父子跟只有位置叫天温羊的 那另外呢就是六位弟子的体称 像是首帝、山珠鱼、山药、狐狸 然后母丹皮跟哲腺组合去治疗 那这一类人他的外表症状是什么样 他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怕冷 那尤其是他小腹,也没有觉得凉凉的 需要去保暖的那种的 那另外就是晚上特别容易停了 也有可能是跟圣羊虚的体称 是是,所以因为他也会惊奇延后嘛 所以这类人应该是比较容易发现自己的这个症状 对对 那圣羊虚的这个阵型呢 他也是带下量较多 那可能会呈现黄色或赤白相间 那就是他可能是偏黄 或者是有点出血 那伴有一些因不遭痒的症状 有一些多热的感觉 也会有一些潮热 可能会在一些像是更年期 或者是停经前后的腹 也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那他们的整治的药方呢 举例是一个支伯帝皇丸的佳姐 那他一样呢,是在刚刚的六位帝皇丸 再加上织母跟皇佛 这两位都是轻胜阴虚,然后又过的状态 只是说这个热是因为阴虚而产生的 对,最后介绍 干筋湿热或是吃毒孕结 他就是比较偏向感染性的发炎 所以他整体白带会比较严重 那也是来求诊的患者里面比较常见的症状 通常呢,感染的病人菌可能是黎菌 像是常见的白色念珠菌 或者是未来的冰道滴虫 或者是细菌类的感染 对,那他的白带的颜色会偏黄 或一样赤白相间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出血的血丝 纳黄绿啊等等 那他的性质呢,比较偏粘稠 比较明显的臭味 甚至呢,阴腹会有羊 那有些人会说是比较灼热的感觉 他月经是比较温乱的 那这样子的病人呢 会常用的是一个龙胆蟹肝糖的加剪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龙胆草 偏与苦寒、轻湿热 所以这个药不好吃了 对,那还有呢 像是这个木通、蛇蟹、枝子 都是比较偏轻热 那像黄芹啊,它也是一个轻湿热的药 那也是有苦味在 所以其实这整个方里面的药 好几位都是有一个苦味的 还好有甘草的 对,还好有甘草 那另外它有一些过甘精的 像是这个柴虎 对,因为我们的甘精 这个经络呢 它在巡行的时候 是有经过我们的私密处 对,就是我们的密尿道 这个生殖器的骨味 对啊,所以在这个我们私密处 有一个湿热的现象 就会把它说是干净湿热的 哦,理解 如果说它的生活作息啊 可能比较经常熬夜 也有可能导致又发它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对,或者是说比较情绪紧张 比较抑郁等等 那这样看起来啊 其实这是我们中医的看码 变症的症状 可是就西医来看 昨日我一定会第一个理解说 我是不是尿道发炎 是 那为什么会尿道会发炎 因道为什么会发炎 通常它就是本身的抵抗力也偏差 可能是因为熬夜啊,或者是压力很大 就导致外来的这个病原菌 就很容易在我们身上侵犯我们 对,那使得我们局部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像是泌尿道的感染 或是阴道的感染等等 西医的角度来讲 他一定会跟你讲说 欸,你可能是阴道发炎 那什么样的症状代表你阴道发炎 其实这个灼热跟骚痒 是阴道发炎其中的一个症状 那通常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 表示这个阴道发炎的状况 开始有变严重的趋势 另外就是说 它一定是白带有不正常的分泌液出现 就叫阴道发炎 就是可能它里面有一个发炎的反应 所以初期其实没那么严重 不会骚痒也不会疼痛 不会灼热 只是白带分泌液强而已 对,可能只是 欸,内裤有一些不正常的分泌液跑出来了 那可能慢慢的 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治疗 那它就会高氧、薄热 那甚至有的人会有一些腹痛 下腹疼痛等等的表现 那为什么有些人 他会容易阴道发炎 有些人就不会 他可能还是蛮挺得住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体质的问题 这就像感冒一样 有些人很容易就是反复的有些感冒 是 那有些人就是可能好几年才感冒一次这样子 就是一个体质 通常会容易阴道发炎的人 他常常就会变成反复的感染 所以在中医的治疗上面 除了感染的当下 我们给予用药之外 它好了之后 这段时间的调养其实也很重要 那会要怎么样去调养它呢? 我们可能就会根据它的症性 就像刚刚讲到了 譬如说偏脾虚的 或者是偏肾虚的 或者是说它的气虚 或者是湿热比较重 那我们去给予用药这样 所以通常您会建议要调养多久? 还是依照患者他对于药物的反应 通常如果他反应好一点的人呢 我们会建议他大概两三个月的这个疗程 这么久喔? 对! 那当然一定要是先把他的阴道炎 先让他还底下来 是 让他再互发做起 然后再去根据他的体质 然后辨证 然后用药 然后鞏固他的这个疗效这样子 那后续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作息 当然是早睡早起啊 就是不要熬夜 容易洗肤的能力变差 然后一些衣服的穿着上面 像是有一些患者他喜欢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 或者是比较像是牛仔裤这一类 比较不通风的穿着 那就会容易产生私立处的闷热潮湿 饮食上面呢 有些人就是会洗食一些冰品啊 冷饮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深冷的东西 像是生菜 或者是生鱼片 或者是杏质片 含凉的蔬果类 像是柑橘类啊 秦义果啊 西瓜 瓜类这一类 那就会容易让身体整个是比较凉一点 然后容易把部发做这个阴道炎的部分 还有一些甜品类也是要注意 吃太多也是容易上火 然后生一些湿热 听起来其实跟我们皮的运化还蛮有关系 没错 所以说我们刚刚第一个方式 那个碗带它 那它就是从皮去着手 对 所以其实磷框上 不管它是哪个阵型 有多少还是会需要去调皮味的部分 理解 那你们会推荐患者做那个洗浴吗 就是用一些药槽然后让它浸泡 确实呢 有些患者它是比较严重的 或者是说它局部的这个搔痒 着热感特别明显的 那我们会开一些药浴方 对就是让患者去煎成药水 然后去做一个泡澡 或者是局部的坐浴这样 所以这样子就是让它局部的那个发炎可以消炎 对可以让它消炎 然后它也会觉得比较舒缓 患者的接受度应该也蛮高了吧 对也是有患者是用这个方式 医生那他们在做座浴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毕竟是座浴嘛 又发炎会不会有感染的问题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你要跟患者卫教 那座浴的这个脸盆啊 可能要是他个人使用的 对要跟家人用的分开 那另外就是他的药水一定是准备过 然后去做稀释 算量再使用 所以通常会用哪些药材来做那个洗浴的 还是根据他临床的状况 举例像是蛇串子啊 蒸蒸这类 有一点轻湿热 然后沙虫止痒 我有听过蛇串子好像沙虫止痒很有效力 那就是说像阴道炎的 骚痒啊一些皮肤痒 有时候也会去用它 如果是他阴道发炎 代表他整个全身也会有一些发炎的症状 通常是纯粹在阴道发炎的部分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不修作息啊 非常的论乱 那他可能就因到眼睛啊 他身体一定会有其他 烧痒的部分 对警讯跑出来 我理解 今天医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苦公英山药扁豆粥 我们主要的材料呢 是使用这个 苦公英山药白扁豆 莲子肉跟蚁仁 那再加上糙米跟猪瘦肉 这两个食材去煮 这边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糙米 然后我们的义仁 莲子肉跟白扁豆 还有山药 那这几样呢 都是比较偏向于肚皮胃的部分 那使得肠胃的功能更好 然后可以清理一些湿气这样 那另外会加上这个 蒲公英 那他主要是比较清热 然后抗菌的效果 所以我们的做法上面呢 可以把苦公英 丝肉跟蚁放在一起 然后加水盖过去 把它用大火煮滚之后呢 再加入这个山药片 就是切薄片 薄片一点 那再用小火去细煮它 一两个小时 那就可以食用了 再用之前加一点 什么棉巴桃味 那这个粥呢 它其实就是取这个山药 鼻豆、绵肉、蚁仁 这些药材 就是比较偏向剑皮去食 然后有益神的作用 那另外就是蒲公英呢 它有一些清理湿热 还有抗菌的效果 对啊 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它 常会用在一些像是 发炎的下半身 像膀胱、尿道、陰道炎 发炎的这些状况 那我就把它搭配在这边 然后用来做一个 平常保养的食料 如果你曾经有陰道炎 但是不是非改燃性 就是在平常生活当中 你可能偶尔 你就可以吃一下这样的药杉 对 就是调理一下皮肤味 然后把身体的湿气 可以比较好的排除 是 那在节目的最后 也要问医生 就是说 除了刚刚讲的生活作息 穿裤子 要选择要通风的 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 要提醒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已经没想到 可能也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除了刚刚讲到的穿着 对 像是我们的贴身衣物 内裤 尽量是可以半年就要换一次 那使用的材质 通常会选择偏黏脂的 那是比较通风的 另外就是要保持身心的愉快 有压力的话 可以做一些运动去舒减它 对 那让我们的运力可以更好一点 那另外也不要久坐 为什么 因为久坐其实也是闷热的一个 哦 就是让卡在这边 对 然后再来就是循环也不好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每坐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就起来走动一下 附近一下我们骨盘腔的血液循环 对啊 让我们直步这个 衣道指红卵巢 这边的环境可以更好一点 对 像是我们常常会用护电 有一些人他对 CMU多的时候就会使用护电 但会建议可以不用就不用 那如果真的要用的话呢 也要勤加更换 对啊 避免更加的潮湿 然后甚至会滋生一些系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到外面去玩 尽量去用领域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那个温泉的大洞池 也尽量不要去泡 或者是说 你是比较容易感染的湿肢的话 你可能要稍微退开 对 因为你不知道泡的人 到底是不是 每个人都非常健康 对 就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是 很多人就都没事 对啊 那再来就是说 有些人他因为 会有遭养的问题 或者是他分泌物多 他就会自己去做管洗 想要把它清干净 对 或者是用非常刺激性的清洁的用品 去清洗它 那是建议不要的 那我们就尽量用清水去洗就好了 不要过度的清洁 尤其是他可能要上小号的时候 也会让他变得心情也不好 这过程也是蛮痛苦 是不是他可以透过比较密集性的套 就是做起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 让他的发炎状况可以减快 是我们就是除了用药之外 因为用药一定是针对性的治疗 对 那局部的这个座域啊 如果说他真的是高阳跟灼热 特别明显的话 那我们会开礼这个座域 让他至少说每天回去可以早晚使用一次 然后也不能过平就是 对也不能过不平吧 对 因为他终究是药物 哦 还是会有一些刺激性等等的问题存在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大概一天用的早晚使用 对 那让他的症状可以反击 对我想啊 就是女孩子的私密处嘛 还是要好好的保护 然后我们要重视卫生 我想就是感染的问题 就会慢慢的减少 当然就是身体的体质还是很重要 就是人数换的 记者是一边的 就像这么 ant方式的 或者就是